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抓好F境界MyBase框架 那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 我们接着讲这个 MyBase印象文件当中的参数 返回值 那对于它的参数设置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例子当中 已经多多少少都接触过了 而且它的知识点都已经 展示过了 在这呢,只是给大家 再把它理一遍 所谓参数的设置呢 就是这个Pyramid Type 那这个Type呢 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我们把它叫做 就是我们设置的参数啊 是一个简单类型 或者是抓我的原生类型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在这定义的这个Map 所谓简单类型呢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 很简单的Stream类型 你说这个参数如果是 或者说是一些它原生的 抓把原生的类型 比如Int啊 Long啊 或者它们的原生类型的封装类型 Integer Long啊 这些类型 如果设置这些类型进来的时候呢 它就直接会把这个值啊 当做我们的这个 当做我们的参数值 放在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是一个复杂类型的话呢 比如这样 它其实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student对象 在我们用了别名 那这时候呢 它就会去找我们这个student的这种复杂对象里面啊 它所有的属性 就是ID N GENDLE 这些属性 然后把这些属性呢 当做参数 放得上 那通过这两种方式呢 MirbyLis帮我们隐藏了很多实现的细节 然后我们就可以 利用这一点 很灵活的对于我们这个 数据库的查询啊 增判改查 这些东西 参数的设置 做匹配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字段 和属性 类型不匹配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自定义的type handle 来做转换 那这个呢 如果大家对前面我讲的type handle的那一节的理解 比较深刻的话呢 就能够理解这边的配置了 如果说不太清楚的话呢 建议同学们去把我前面讲的这个type handle了 再仔细看一遍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它的返回值 这里我列出来两个 result type跟result map 这个呢 都是为了我们这个查询封装 这个返回值 maptist所提供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那前面已经利用了很多次了 这上面有什么区别呢 你看这种方式我们写了是一开始使用的方式 叫result type 那直接指向一个类型 那这里呢 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类型 就是我们的student对象 这里是用了一个别名了 其实指向的就是我们自定义的student对象 那它呢 就可以自动的 去把我们这个查询语句当中啊 所列出来每一项字段 以它的这个字段名 查询结果的字段名 去和我们这个所定义的这个 result type里面的这个对象的 这个属性名 做一个封装 那如果说属性名不同的话 我们前面讲了 就可以用这个别名 数据库本身的s这个方法 去让这个查询结果的这个名字 和这个属性名啊 相一致来完成查询 这种方式的使用呢 一般就比较对于我们这个 查询结果是一个单独的 对象 或者是说我们已经 独立定义好的一个 对象 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种方式呢 是不能完全的 应付我们的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查询的结果啊 结果极很复杂 是一个符合查询 那我们呢 又没有针对它 单独定义好一个 并对象 这时候呢 利用那个Mobilis 自动映射啊 它是没办法完成的 尤其在下面 我们待会会讲 符合查询的时候 会看到这种状况 那Mobilis呢 就提供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ResultMap 这种方式来 对它做一个灵活的处理 使用ResultMap呢 这二呢 会需要设置一个MapKey 比如说我们就叫 Select 就叫StudentResult 这就不需要了 那这StudentResult呢 是需要独立在外面 进行单独设置的 其实上一次我们 在例子当中也看过 这有一个ResultMap ID呢 就是我们知道定义的 这个ID 它会自动的去 关联起来 匹配起来 Type呢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它这个Map 它是以一个什么 抓握对象 来作为一个基础的 这句话有点难理解 我们这样想它 就是说 最终这个Mobilis 执行完查询 封装结果的时候呢 它最后一定要封装成一个 抓个对象 那这二的Type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当这个查询结果的结束 完成之后呢 一定会把这个查询结果集啊 包装成哪一种类型的对象 那这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Student对象 我们还是用它 在使用到它这个ResultMap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的这个 每一个Current 给写出来 Column ID 数据库的字段 对于我们 造对象的属性 当然造名字都是一样的 那也是另外一种我们 对应别名的方式 对吧 当然如果名字一样的时候 我们其实这个属性啊 是可以不用写的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 只把这个Column给设进去 只有这个 是需要设置的 其他是不需要设置 只有Bosted呢 是需要设置的 其他的呢 都无效设置 它会自动的 默认 属性名 和字段名一致 BRT 我们现在Student对象里面啊 只有BRT的属性 看一下 只要只有BRT的属性 所以呢 只需要把这个 这个Result 把他的属性 和Column 做一下转换 其他呢 就不需要了 默认的会把这个属性名啊 设置成 和字段名字 我们再来跑一下 有错误 sorry 这里 去掉 这里应该是龙 改回来 躺一下 OK 查询结果是很正常 执行了 那这个呢 就是通过ResultMap的方式来设置 返回值 那通过MyBelis提供的这个 ResultMap方式啊 就可以对我们的查询 特别是符合查询 进行各种各样 不同类型的数据的封装 那在下堂课呢 我就会带领大家呢 用ResultMap来进行 MyBelis的符合查询的一个例子 的演示 那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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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